姐妹呀,大家好。我是使徒100的Maggie。 我今天想分享我上個星期六經歷耶穌的醫治和憐憫的一個見證。 講回,因為我的牙齒在上幾個星期前發覺是有少少的飲熱水或者冷水有少少不舒服。 初初也不多,以為是敏感,也有祈禱,大兄姐會祈禱,希望是很容易。 因為其實也挺困擾的,因為我不知道它是哪個地方, 就這樣看又看不出什麼,應該都是覺得是一般敏感,就不要在意。 過了一段時間,一兩個星期,其實時不時又有這樣的情況。 我都想,可能疫情好一點都要去約牙醫的了。 直至到上個星期六晚上,其實我看完家務,都快晚上1點多了。 即是預備睡覺的時候,睡到床上的時候,就發覺右邊的這個位置,總之就是忽然間劇痛,很痛。 那麼那個痛呢,是我初初覺得,啊,難道真的那個,之前因為有整個牙筋,倒牙筋的,難道是那個位置發現? 即是覺得是可能有這個可能性,那就,唉,煮一下憐憫啦,祈禱啦,希望沒有那麼痛。 初初初還不錯的,但發覺不對勁是越來越痛,是痛到睡不到睡覺。 還有是覺得是,怎麼說呢? 因為經歷了那個痛的時候,我覺得是未必自己負荷不了那個感覺。 然後,我就驚醒了Sunny,她在廳裡睡著了,做事做得好,睡在那裡。 然後就驚醒她,她說,可不可以幫我祈禱嗎? 因為那個牙齒真的受不了。 那麼當時,她就嚇醒了,我說,啊,什麼事? 她以為遇到什麼特別的事,我說不行,牙齒痛,你幫我祈禱。 然後,她立刻就開始,啊,為什麼,可能眼睛太多了, 為什麼之前叫你去看阿醫的,現在搞得這樣,怎樣啊,怎樣啊? 然後,我又想來找手機,搜索一下是什麼情況, 我說,不如騎了頭先,騎了,騎完之後呢, 都是覺得那個情況是,都是差不多了。 那麼我就回到床那裡繼續騎, 那麼,痛到那個地步就是, 因為其實生孩子都痛的, 但是我都沒試過哭, 但是那一晚就是, 是那樣淚不斷地流下來, 就覺得,主啊,你這次真的要幫我,我頂不住了。 那麼,一路跟耶穌說,聊天, 你幫我,主,你憐憫我, 是的,你一定要出手,主啊。 然後我就想起所有學過的祈禱, 的時候呢,我覺得, 就,當時呢,都有騎過,有這樣騎出來。 那麼,騎的時候,什麼方法呢? 拳并式呢?還是什麼式呢? 都一直,其實騎了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聲音,好像跟我說, 你,你想我可以做什麼呢? 然後我就說,主啊,你憐憫我, 我想好花,我想得到醫治。 然後我就,好像看到那一幕, 好像聖經之前一個血流病人的女人, 那樣,她就說,她當時來到耶穌的背後, 摸到她的衣上垂子,她的心裡面說, 我摸到她的衣上垂子,我就康復了。 當時那一刻,我就伸出手來主啊, 你被我碰到你一下,我就康復了。 然後我伸出手的時候,一碰, 我意象中感覺自己是摸了耶穌的衣上垂子。 然後,那個痛又,如果是說那一刻有十級痛的話, 就有十級到零級,即時就不同了。 然後那一刻,我就很感恩,很感動。 感動不僅是那個癌不痛, 是真的被我經歷了耶穌的那個憐憫和信實。 她是真的,好像天父爸爸那樣看著她的孩子, 她的孩子受到不舒服和痛楚。 她很想出手來幫助我。 那種的感動。 很感動,很感恩。 第二天,就去約牙醫。 約了牙醫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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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她發現那顆牙醫的中間黏著的位置是住了, 而且電到神經線,所以才這麼痛。 她就建議可以渡牙筋、粒牙套。 所以,她就要做其中之一的方法, 再不然就可能要剝掉了。 那直至明天,可能都吃完那個消炎藥。 她開了藥之後,一路沒有痛過。 那吃完消炎藥的時候, 再去看看可以怎樣去醫治。 即是跟治。 那我都相信,主是憐憫醫治的時候, 她會讓我的牙齒有一個這麼劇痛的過程, 變成靈的痛楚。 我相信她也可以在她的帶領, 祝福醫生的手也好, 或者令到她自己康復得好。 我相信主是憐憫我, 看顧我, 是想我有健康的牙齒的。 我都在當中裡面痛的時候, 都一直在呼吸的時候, 都在那裡說主,你憐憫我。 還有聖靈都有, 如果有光照我, 裡面有需要凝聚的地方, 我都會改。 求主,你都拿走所有難助我, 得到醫治的東西, 這樣的祈禱。 我都不知道怎樣, 當時是, 其實這樣感恩的, 之後呢, 第二天的時候, 拍望她都知道我兒子, 知道我有這樣的情況, 她都有幫我祈禱, 而真的, 我感受到家人的愛, 兒子, 丈夫的憐憫, 的愛的時候, 我自己都是, 覺得是神, 在當中的痛哉。 她都聽了她的禱告, 是, 那個痛就沒有了, 感謝主, 是的, 多謝耶穌的報仇, 一切永遠從讚歸鼻鼠。 謝謝大家。